货柜高高吊起 里头全是来自高雄 异乡乡兵镇白带鱼 鱼货也卖出去了 高雄市长韩国瑜拼订单 三月要登陆 但陆委会却急着 对他念禁忽咒 我们陆委会这个很奇怪 高雄市政府两岸开展 不管做任何活动 或出去人进来 任何活动打个小小的喷嚏 陆委会好像就中感冒了 什么事情大惊小怪 大呼小呼的 没有必要嘛 我们定位非常清楚 经济性交流 年轻人来往 多来多往 就是如此啊 何必要这样子呢 不停要念禁忽咒 代表它的存在吗 我已经到这把年纪了 我可能会讲过的话 什么范畴 什么界限 我很清楚啊 我觉得陆委会真的是太奇怪 太奇怪 我已经政府授权或许可下 这个与陆方协商 涉及公权力的事项 或者是政治性的议题 签署协议 那么这些都在这个法规 有明文规定 韩国瑜登陆拼金记 陆委会拦不了只能念经 但他的大老板可咽不下这口气 接连被韩国瑜质疑 卡死两岸关系 蔡总统也在脸书反击 我们是主权国家 台湾人民有独立行使的意志 也有自由的选择 没有只付为婚这回事还特别标注 以为多了好几位陆委会主委 无论是先有后婚 还是你农我农 重点是一定要拒绝恐怖情人 每一次只要蔡英文脸书上 或是突然之间哪个谈话上提到一些两岸情事 路委会这边就开始帮腔 就开始提出来一些东西在那边讲 但是这样子久了 你们不会觉得眼中戏很无聊吗 你这种单口相声 不会觉得看起来很奇怪吗 两岸交流经贸优先 蔡政府向隔空踩刹车 却已经看不到韩国鱼的车尾灯 记得林佳慧石文贤台北采访报道